你告诉我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解决我小女儿变血的问题 我看到地上的一滩血 然后一个老母鸡 就在那个血边上 是被人家撒掉的 然后那个老母鸡很生气 他就看到自己的血在那里冻了 拉滩血在这里 然后老母鸡在这边 就看到自己的血流在这里 然后那个鸡 只要一缓过进来 就在断气之前 他只要一缓过进来 就在你女儿的肠子上 做两下子 然后就没力气了 然后那个鸡 断气之前 只要恢复一点力气的时候 就在你女儿的肠子上 做两下子 是在这个右边的肠子上 如果说肚子痛的话是在右边 他就会在肠子上做两下子 做两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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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 года 你看到那个鸡蛋里面 你对那个鸡蛋说 杀你的人啊 太残忍了 杀你的放弁啊 太残忍了 然后你说,吃你的人也同样残忍 吃你的人也同样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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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那个鸡眼睛就闭上了 你现在怎么想呢? 不能再省吃鸡 这怎么样? 那个鸡是坐右边引出来的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肚子痛 反正坐在它右边 坐了以后,一坐就撤血了 然后,那个鸡是临死之前的,那个症状 就是,在你身边的肚子上 在你身边的肚子上面 在你身边的肚子上面 在你身边的肚子上,坐两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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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变血了 鸡现在睡着了,睡着了就被暗息了 再也不受了 现在想想这个,吃的人和杀的人同样残忍 他就是因为看到一滩血嘛 所以也做了,让它出血嘛 我女儿她是,她看过医生 然后那个医生,还给她开药 就是说她有时候她肚子疼 然后医生就让她吃那药 其实我也不让她治疗 但是她就是,我想起来的时候 她有时候就,早上起来肚子疼 然后医生说,就吃那药就好 我就给她吃那药 对,这个表面是肚子疼的 是在右边 看得见了吧,我只给你看 就在这里吧 是机座的,机座的 我画了 哎呀,后面 后面怎么 现在这个问题你自己 自己解决 就是动物的问题 吃与不吃的事情你自己解决 反正我看到第二点上的是 又是鸭脖子的,然后又是鸡的 我不吃鸭,在这儿不吃 鸭脖子的,在这儿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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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脖子的 现在说的是未来呀 现在未来也不能吃了 哦,未来 鸭肉也不能吃 现在就是想到未来怎么改促的问题了 至于说什么是吃的 反正吃过的,不管是中国也好 在美国也好,吃过的 他就会找他们来了 吃到会找他们 只是什么时候找他们来不知道 那这个就是鸡 鸡啊 反正感觉残忍了 然后就看你怎么 所以那个现在要强调的 要做的事情,就后面 后面怎么解决的问题 就后面 怎么就不要再重新发生的事 再次的话,那个又来了 好 知道 哦 那我关了哦 好 好 好